你起来 救援人员必须攀爬绝壁 才能下到峡谷深处的层心 由于这名选手坠落的地点 位于一个上百米深的峡谷中 一百米的悬崖跳下 以超过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 在大峡谷中连续多次 大峡谷锁道线作为计时终点 用时最短者获得冠军